农妹们大家好 本期我们要见面了 这期我想给咱们朋友们聊一聊 之前我做过的一个视频 是关于在使用一些白糖或者是红糖 除了一些增加一些关喝作用 同时又可以去防止一些像灰霉病 或者是预防一些病毒病的发生 那么在冬季 种植番茄的时候 到底是白糖和红糖哪个更好一点 我建议咱们农户可以去选用红糖 因为红糖基本上可以属于一种原石类的糖 这个红糖里面包括的一些微量元素相对还是比较多的 像铁心以及蒙以及棚 这样的一些中微量元素 这个红糖这个用量一般是多少呢 咱们平常比如说是为了防止一些病害的时候 或者说是需要去喷洒一些棚果肥的时候 你比如说咱们去喷洒零酸二青甲 那么咱们就可以去加上这个红糖 比如说咱们一喷气 零酸二青甲需要用到50克到55克 那么这个红糖这个量呢 您就可以去使用到100克到120克 这样的一个量 效果挺不错的 这是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 就是说咱们种植番茄这一部分 红糖是在什么时间用的 我指的是月冬肠 第一次在开花期的时候 第二次就是说这个 盆果的时候 第三次就是咱们开始转色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番茄转色的时候 这一遍就喷洒这个红糖 不但口感不错 另外呢 就是病害呢 相对也特别少 希望咱们浓厚呢 一定要学于之用 一定要把这个红糖呢 去利用好 争取来为咱们这个番茄产量 或者是茄子辣椒 那提的一个高层